正在这儿 起来 严格 你不得了 极手 我给你 你可能要 我把人讨压 那需要 真是 这几个大长大 旁边 其实说 这招 homo 知道那些人 我还是扫了 你怎么能 他们还不知道在哪儿祸泥玩呢 我就弄不明白了 你说说 凭啥把咱独立坛排在最后 政委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政委 老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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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和我说话吗 不是你这是咋了吗 你说我怎么了 我知道 不就是因为我走得急 没来得及给你打招呼吗 这件事情我一定认真检讨认真反思 唐书记已经批评我了 反思检讨我怎么敢了 你赵大团长又离大公了 我都说了我一定认真反思认真检讨 暴离大公了 大公了 市务数也获得不顾了 就要 creo 我問你你跑到三星嶺幹什麼去了 政委 你這話啥意思 啥意思你不知道嗎 你問我啥意思 外面很多人都在傳我們 傳啥 傳 獨立團的團長和政委 在搶婆姨 我跟你說 其實這件事情 我早就想跟你說清楚 這不是 這不是一直沒找到 合適的機會嗎 那我現在給你這個機會 那好 那我們今天就把話給說清楚 我真心地祝福你們 還有呢 你把肚子裡的話都掏出來 怎麼 還等著嚇小崽子啊 那還能說啥 你能娶她 跟她結婚 我真的是很高興 但是我沒有想到 你的動作會居然那麼快 完了 你說這話是在諷刺我 啥叫諷刺 你這不是心裡話 咋不是 我之前是說過要李幹事的話 那是因為我覺得 我應該保護她 這怎麼了 當時什麼情形 我不是沒有跟你說過 如果我不那麼做 不說那話 你是沒看見她 當時那個樣子 她的情緒是非常地激怒 如果換作是你 是我怎麼樣 我就不相信 你心裡沒她這個人 外媒這聽你們在吵 政委啊 我看還是把實情告訴團長吧 就讓我把這個惡人做到底吧 他要是能夠賣過這道關 以後就沒有過不去的坎 咱們獨立團 就會越打越強 越打越硬 再著說 如果沒有這檔子事 梁家領就真的讓鬼子給端了 從這個角度來說 我這個惡人還是要當下去 你們那邊情況怎麼樣 按照你跟唐書記商量的辦法 我已經把消息放出去了 昨天三營葉遜 無意見發現了小鬼子 小野很狡猾 恐怕只能有眼前了 團長 別理我 反著他 團長 回來了 團長 該死的烏龜王八蛋 團長 你怎麼罵人啊 我罵你了嗎 你張那麼大嘴幹什麼 嫌你壓白啊 我罵的是小野 居然敢偷襲咱根據地的首長 小鬼子 來兒不枉非禮 老子也要偷襲他一次 團長 這一聽手就啞啞啊 幹 一 二 真機隊的人從梁家嶺回來了 可以確定汪善人不在家裡 汪江明呢 打探不到任何消息 不過已經打探到 那天晚上和我們作戰的事 是的 獨立團森營 梁家嶺的人都看到了是招戰機 是 趙傳奇 難道梁梁山只剩下他趙傳奇的部隊了嗎 姓崔的之前報告說 周大隊長有違抗軍令的業徒 隨後就帶著他的部隊到新花坡換房了 是 您不是對他一直有懷疑嗎 我是否過去巡查一下 不 這次我要親自去 既然是偷襲小鬼子 就狠狠地打他一堵 像你說的那樣 揍得他半年下不了課 我還以為你會 反對呀 我跟你之間的磕磕磕磕 不是一天兩天了 我們這是在泥水裡邊滾三滾 在開水鍋裡啊 燙三燙 你劉寒師以後要是這麼說話 那我趙傳奇天天給你騎茶倒水 趙傳奇 嘴上磨蜜了 你少來這套 你一翹尾巴我就知道你要幹什麼 你現在對那個小野呀 是恨不得把他生吞活潑了 因為那個小鬼子欺負了李蓋世 你想狠狠地教訓他一堆 對不對 你看你這都扯哪兒去了 我的劉政偉 咱們現在談的是工作呢 說的是抗日 我不言賢菜 你少跟我扯淡 我就問你是還是不是 你是 這一仗啊 我同意打 但是呢 動靜要越大越好 最好是政治上和軍事上一起打 但是我有個條件啊 你說 啥條件 等這一仗打完之後 你得去學習班學習 各根具體的團長 都去學習班學習過了 就差你一個了 怎麼著 你比人家多一個腦袋呀 行 學習就學習 再說了 我還得找那個牢裡頭算賬去呢 你可不許胡來啊 抗大分校 那緊挨著總部 我就是想胡來 那我得掂量掂量 你放心 我有分寸 這個有了具體的行動計劃之後呢 我再告訴你 不過呢 我也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 我要給小野下陣子 告訴他 我要偷襲他 周大隊長 我聽說崔大隊長 和你鬧了點兒不愉快 應對我的命令算有意義 你老人家的措辭實在是太優雅了 想必崔大隊長不是這麼說的 他一定是說我辱罵黃軍 並且把黃軍下達的命令當放屁 好借您的手抽我大嘴吧 最好是殺了我 周大隊長真是把他看到骨子裡了 差不多是這樣 遙有出入 那麼請你告訴我 他說的是實情呢 您要相信他的話 就不會問我了 我承認 我確實沒有馬上執行 崔大隊長下達的命令 那是因為 我的兄弟剛剛入土 我心情不太好 所以才和他發聲口角 還拿本凳砸他 幸虧他動得開了 我很欣賞周大隊長敢作敢當的脾氣 不過我很想知道 為什麼隨後你在那麼短的時間 就立刻去換房了 你不太行 你不太行 就算是你 那你不太行 那你不太行 你不太行 你不太行 那你不太行 很行 你不太行 这个我已经汇报过了 当夜听到枪声 我和我的兄弟 马上赶到了兴华坡 可是 黄军已经后撤了 卧部与八路有短暂的接触 随即开火 然后八路也后撤了 我怕有埋伏 所以回防 小野军 这是周大队长的黄明策 周大队长 周大队长 你的手下应该有五个队长 可现在好像少了一个 报 报告太君 李队长在战斗中临阵脱逃 周队长把他击毙了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 你不知情 太君这样的言辞 是要我的命的 如果我 如果我不知情的话 我怎么会亲手击毙他 那你为什么非要等他来回答我的问题 很简单 在我的队伍里 出现了像他这样临阵脱逃的人 我感到非常耻辱 我的兄弟 个个都是可以为皇军挡子弹的汉子 我走不动 丢不起这个人 他叫什么 李队长 他是哪里人 西凡 石手呢 像他这种废物 阿主就未搞算便宜他了 他怎么变得到 他的名字 那是一个人 甚至不不正常 怎会 子归 周大队长 你好像变了一个人 跟我刚认识你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了 有太君的提携 我只会变得更强大 你很机灵 小爷吓得我直没了汗 说 李慧盛为什么没有来列队 大哥 他来这之前跟小爷交过手 他害怕小爷认出来 所以他就没敢 没敢来 你他娘子怎么不早说 想害死我呢 大哥 小爷好骗 你别忘了 还有个催大馄头 他可不是个圣游的灯 你马上把这事给我扮严实了 不然以后 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 去 后天 有两个据点的鬼子换方 我们打他一下 有多少人啊 一共二十几个鬼子 才有二十多个鬼子 带队的那最多就是个少子 小爷偷袭群英会 那目标是总部收着 那都是将军节 我说无碎嘴子 你让我收拾这些小鬼子 那小爷还不笑话死我呀 太原新民会的 来东坟慰问鬼子 肯定带了不少好东西 要不 杀几个汉奸有啥意思 不是 吴岁岁的 这么多天了 你就给我侦查出 这么点个情报 我要打的是老虎 不抓小家巧 知不知道 我奇了怪啊 吴岁岁的 你说你整天都瞎琢磨啥呢你 不是我琢磨啥 是不知道小鬼子琢磨啥呢 这几天坐在据点里 根本就不出来 上哪搞情报去啊 行行行 你这都是借口 你要是想找 那啥时候都能找 我看你啊 整天是啥也不敢 你心里头就惦记 那个女护士 对不对 川青啊 你现在可是团长了 说话得注意点影响 你还让我注意影响 烦了你了 报告 报告 报告团长 这是李连长传回来的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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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意思 下去吧 是 又出什么事情了 赵春齐 打打你可恶 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生气 赵春齐下诊书 要投袭我们 你也给我听听 还是不要你了 你 小野贵儿你听好 赵爷最近很气闹 幸亏赵爷搞叶勋 与你投袭群英会 投袭伎俩谁不会 赶紧准备收拾队 杀进东坟守卫军 卸你胳膊卸你腿 赵爷就是不杀你 下次接着布你平 分良善暴露独立团 赵春齐 赵春齐 刮起来 刮起来 我要时刻提醒自己 我认为他这是虚张声势 哦 把虚子换成大子 是大张声势 他这个人历来如此 难道他真的要投袭东坟县长 骨子里他是商人不是金人 小钱做大买卖 这才是他的个性 而小钱做大买卖 这是我最担心的 从这个高使的字面上来看 那天晚上和我们作战的 的确是赵春齐 如果是赵春齐指挥三营跟我们作战 那为什么撤退的时候他们不追击 这不符合赵春齐的个性 周大队长不是说他们和八路遭遇了吗 想必赵春齐以为是皇军的增援部队 所以没敢追击 根据这个锅盖里提供的情报 小鬼子走的应该就是这条公路 消息说是一个车队 车上装着大炮 但有多少人护送 有什么样的火力配位 我们都不清楚 更为关键的是 要深入鬼子站领区六十里 进去的人多了 就会被鬼子发现 进去的人少了 摸进去也未必完成任务 还有可能出不来 团长 老马把不利音锁都摆出来了 你要慎重考虑 这样子 我挑选三十个人组成一个突击队 分皮化妆混进鬼子的站领区 而后在刘家镇会合 刘家镇 是 离根区地上白理由呢 青龙口 离散根区地比较近一些 老马 我说你这个人就是太实在了 我们知道这 那小鬼子一样知道 肯定会在那里重兵射防的 可是你们怎么出来啊 这样 到时候呢 我会命令一营的三个连 分别在这三个地方接应我们 如果行动不顺利 我们一旦被鬼子给包围了 我们就从这里这里和这三个地方突围出去 如果顺利的话 我们就从这个老龙口出来 就这么决定了 我和你们一起去 老马留手 不不不 你就一条胳膊 怎么 嫌弃我动起手来连累你啊 你刘大政委的勇猛 那我是亲眼所见 这个独立团有一个算一个 论杀鬼子 你要是说排第二 那没人敢说第一 当然了 我出外 赵传奇 你知不知道 害扫这两个字怎么写啊你 还是正为你了解我 这两个字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写 那不是还没学过 你 我绝对没有嫌弃你的意思 你说你这一条胳膊 就太乍眼了 你说 这分量山的小鬼子 谁不知道在独立团 有这么一个威风凛凛 相貌堂堂 这个啊 胆识过人的独臂正伟啊 老马 你说我刚才说 说的这些字 有一个字是瞎拜吗 别给我戴高帽子了啊 我不去可以 但是我要立下规矩 如果条件不允许 宁可放弃任务 也要活着回来 这根据地的团政委啊 有一个算一个 对团长情深义重的 就属你刘大政委 你讲的我牙都要酸倒 任务完成之后 我派人在老龙口接应你 好 那我下去准备了 你对他 可真是轻身易重啊 赵传奇啊 有时候我就觉得他 就像一个孩子 你对我来说 必须保证炮车 安全通过我们的防径 我已经下令 红军的守备队 警备队全体出动 沿途加清警戒 还派出了巡逻队 公路两侧五公里范围内 还派出了搜索队 一旦有什么异常情况 立刻放信号弹告警 你还是不放心 我担心赵传奇 这个人有仇必报 战书都下了 炮车行走的路线 离八路军活动根据地 最近距离三十公里 在那里 我已经坐下了重点步伐 我倒是希望赵传奇出现 我却恰恰相反 为什么 夺天将军在电报里再三叮嘱 这门大炮 是天皇御次小林将军的 途经我们的防区 不能出现任何的闪失 昭和十四年 天皇御次的一门山炮 在战斗中被禁察纪八路抢走 南部将军派出了两辆坦克 十八辆汽车组成了搜查部队 都没能夺回这门大炮 事后丢失这门大炮的大队长 被撤职发办 被撤职发办 如果天皇御次的这门大炮 在我们的手中出现闪失 那我们就只有剖腹写字 再三叉 重点 郑伟 你找我 团长我交给你了 如果他有什么闪失 我拿你试问 放心吧 郑伟 虑队 是 拿着 你这是干啥 你们要在敌战区待三天三夜 没有点硬化 那是不行的 成 就当我借你的 回来之后 我连本代理一定还给你 政委 我们出发了 祝你们一切顺利 报队 出发 要把 sos 来 赢 救兴 谷子和黄狗子 可够糯糊的呀 三母一哨 五母一降 啊 这样 我最最的 你带两个人 先去弘阳村 摸摸情况 那可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啊 正因为那是 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所以他小野 才会觉得安全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把这东西带上 我也学校 点火为号 去了 来 路上注意安全 好嘞 汽车刚刚离开南分县城 就泡沫了 恐怕今晚不能按原定计划 赶到东分县城 天黑之前 汽车能够走到哪里 应该能到齐家铺子 因为那里有我们的一个小队 不 绝不能在齐家铺子过夜 为什么 齐家铺子是两三千人的大阵子 街道四通八达 阿鲁容易除没 一枚手雷塞进炮筒里 大炮就算毁烂 大道君 一个小时之内赶到洪阳村 让炮车在这里过夜 是 搜索有发现吗 一切正常 公路两侧没有发现 巴鲁活动迹象 也有 小时之内 你不在哪里 女人 都判断了 你 美人 своим 让你们 我 你们 什么 你 我让五岁子在那机里面放了点佐料 拔斗 不是说红阳村兔子都不拉屎吗 这回我要让小贵子的拉个够 我肚子怎么这么难受 我也变不住了 不就是一门炮吗 这小鬼子至于这么小心吗 再这说了 那炮还能是金字锁的 管他是啥做的 等枪到了手啊 我估摸着肯定能疼死他小爷 团长 你看 火锅 火锅 好 兄弟们 准备行动 来 炮 快走 快走 撤了 撤了 快追 肯定是吴连长 把鬼子的汽车给炸了 这要是有 有那个四个轮子的大汽车 咱还用得着受这仰罪 团长 咱又不把这大炮也炸了吧 魏长 你看 推这么大的家伙 一会儿就让鬼子的追兵给碾上了 再着说 怎么过鬼子封锁县呢 炸 我问你 要是把它炸了 那我向刘正伟借的钱 你来还啊 再说了 那一营的兄弟们 还得封锁县外面接应咱们呢 那一个重逢就过去了 团长 团长 怎么样 鬼子追上来了 这么快 有多少人 大概六七十个 来 这里离前面的封锁线还有多远 还有二十里 团长 你带人震荡 我 我带几兄弟掩护 扯淡 就咱们这么几个人 鬼子六七十人 你能顶得住啊 来 把大炮给我调过来 团长 你会打炮吗 不会 那架头有什么用啊 没吃过猪肉 没见过猪跑啊 这叫拉虎逼扯大吉 啥叫诸葛亮的空城剂 这就是 动手 好 把弹药给我抬过来 快 快 快点 快点 就放着 来 放下放下放下 大大吉 什么味道 我们伤了昭蠢齐的大 全拉到裤子里了 够来 必须把炮抢回来 老高笑一大作 把鹿突然停了下来 你傻呀 就没开过炮也不能往这儿塞呀 那能开炮吗 弄明白没有 这炮到底怎么打 伯良 早蛋是塞进去了 可是怎么打还没到明白呀 你都笨死了 去看西方放炕头 你都不知道咋用 是吧 让开 来 把他压下去 开炮 我不相信赵尘齐这头发略 会使用大炮 我带领一个大队冲过去 你都会大炮 赵尘齐可不是吐巴鲁 他是巴鲁班 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你傻看着我干啥 没看到小鬼子 正盯着咱们呢 一定要笑起来 就当你们是娶婆爷了 笑 进宫 是娶婆爷了 多少 história 海村 魑人 欧人 application 打死 我 weil 不懂 是 给紫萝 他 叫杨人 告诉大寺 把 trainings 我是不是听不到声音了 别管那么多了 碎嘴子 带几个人给我阻击鬼子 其他人拿着大炮 走 跑啊 快 快 快跑 拉 拉开 快走 走啊 快跑 快跑 赵传奇在八路的接应下 带着大炮穿过了缝锁线 快跑啊 暴震性耳聋 问题不是很大 应该几天最长两三周 就能够恢复正常 我给赵团长开些药 要注意些什么吗 耳朵不能进水 如果再讲究一些 就别吃辛辣的东西 别喝酒 去跟医生取药 是 来 我让医生蛋糕 去跟医生蛋糕 孩子没错 在给医生蛋糕糕了 我医生蛋糕了 这事 的男人 你不敢带着 怎么会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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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两三周 就好了 就恢复了 啥 要两三年才好啊 那我不是真聋了吗 为了一门破炮 把我两只耳朵都打聋了 这样买卖 从姥姥家陪到舅舅家了 唐书记 赵团长耳朵怎么样 别管他 让他去 这合适嘛 你看见没有 平时啊大大咧咧的 说脑袋掉了 捡起来还能安上 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你看见没有 现在像个双打的茄子 我呀 就是要打打他这股骄横的劲 唐书记 这回你得支持我 真是有什么样的团长 就有什么样的政委啊 唐书记 刘政委 你们哪 别为我这个耳朵的事担心 这耳朵坏了没关系 我该怎么杀鬼子还怎么杀 就是为了一门破炮啊 我弄坏了我两只耳朵 赔呀 吃大亏了 我知道我知道 你小声点啊 给 你知道这门大炮的特殊意义吗 好嘞 如果杀掉你能换回这门大炮 我一定想逼你 报告 秦磊 不许会 我明白 你的大炮 我太意外了 你不许会 怎会 他有最大的 粮食 药品和武器 换 把炮换回来 都看看啊 看看啊 这一门炮啊 可不是普通的炮 是鬼子那个狗皇帝 赐给小林中医的 小林中医 你们还记得吧 给我看 给我看 就是去年制造 南山澳残案的柜子手 是这个家伙 杀了咱们两千多同胞呢 两千多同胞 别让老子看着他 不然呢 我一放后子这狗小子 对 后子这狗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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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月前进攻咱三分区 三分区部队大家都知道 是新组建的 还没有行车战斗力啊 那加上小鬼子 有飞机 坦克的配合 为了保存实力 根据地首长命令三分区 主动放弃部分村镇 可是小林这个不要脸的 脱光了上吊他死不要脸啊 硬是编中一个什么 小南领大协 吹嘘避伤我八路军主力 也千余人哪 最可恶的是这个鬼子的狗皇帝 认为小林忠音大大的能打 就把这门大炮 赐给了小林这个不要脸的 现在咱们得了这门大炮以后 那小鬼子肯定是提心吊胆的 对 那有什么可提心吊胆的呀 这你们就有所不知了吧 三九年的时候 咱禁运游击支队 有一位姓孔的团长 就缴获了这么一门炮 这门炮啊也是那个鬼子狗皇帝 赐给一个什么将军的 为了那门炮啊 小鬼子急得是上蹿下跳啊 不惜重金是四处寻找 还枪帮了丢炮的那个鬼子大队长呢 太原的鬼子啊 怕这炮落到咱们手里 一路派兵是严加保护 结果咋样 不还是让咱们团长给弄回来了嘛 就是啊 就是啊 一会儿啊 编剧日报记者还有过来拍照呢 参加行动的有一个算一个啊 都得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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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上来来来 原来是这样了 他们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 我有办法治他 写查呢 不存在的 把大炮给老子看好了 没我的命令 就是天王老子 也不能碰到一根手指头 是 李干事 你这是去哪儿啊 去中心县委交军协 你还不知道吧 我们团长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耳朵听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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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烫着了啊 我让你回来 我不喜欢 现在的其他人 有事 真的不准了 这人要找到 你一人 哎呀 你现在听不见了 也好 我可以放心地跟你说几句心里话了 但凡认识老冯的人 都说你长得像他 我一开始只是一笑了之 但是跟你接触几次之后 我心里就开始有一些怪怪的念头 眼前明明站着你照传奇 可是心里面 却感觉好像老冯站在我面前一样 你真的很像老冯想极了 柳大姐撮合我再组家庭 我知道这是组织对我的关心 但前几次都被我拒绝了 知道你 我犹豫 我知道你不是老冯 可是不知怎么的 站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就觉得 你好像就是老冯 这种感觉真是 我说不清楚 也说不明白 这段时间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就觉得心里凉凉的 真想找个人暖一暖 叫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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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acost 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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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大姐撮合我再组家庭 我知道这是组织 对我的关心 但前几次都被我拒绝了 知道你 我犹豫 我知道你不是老妇 可是不知怎么的 站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就觉得 你好像就是老妇 这种感觉真是 我说不清楚 也说不明白 这段时间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就觉得心里凉凉的 真想找个人暖一暖 你过去 小萝人 喝 王上 你是东风商会会长 是 有什么事啊 这是小野大佐给你们赵团长的信 小野给你的信 小野给你的信 赵团长阁下 什么事啊 啥字 勋剑 赵团长阁下勋剑 皇军在弘阳村丢失山炮一门 该炮献存于贵部 此乃天皇陛下赐给小林中医 吴团长 小林将军视此炮为最高荣誉 如其命也 赵团长如能奉还 皇军将满足阁下提出的一切条件 你听好了 这门大炮是八路军战士 用鲜血和生命缴获的 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铁证 条件只有一个 那就是日本鬼子 无条件地滚出中国去 你回去以后告诉小野 两天之后 在咬头见面 双方不带武器 商谈这个换炮事宜 没事你就先回去吧 好好好 那走了 怎么样 露馅了吧 你耳朵能听见吗 你大点声我听不到 我真的不是装的 但我知道 你肯定不能同意 对吧 你还真的要跟小野换炮啊 做他的春秋大梦 既然他舔着脸来找骂 那我就骂死他 那咱可说好了 这件事情完了以后 你立刻去抗打学习班报到 这期学习班昨天就开课了 你说啥吗 我又听不到了 我说你是棒锤 你要吃大会菜啊 好啊 多放点肉 要肥的 来 对了 你敢少放上山药袋 小野不会耍什么花招吧 我看他不敢 但是我们也得做好所有的准备 我们也得做好所有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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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可以自己种 尿品和枪支弹药 我们可以从你们这些小鬼子的手里去躲 所以这些东西我都不感兴趣 那你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拿东芬县城来换 这传奇妮 你太放肆了 生啥气嘛 买卖买卖 有买就有 漫天要价 就地还钱 你要是觉得这个价钱不合适呢 你可以不做 你不是成心来谈判的 说对了 我就是来耍笑你的 怎么样 我要你为此付出代价 怎么着 又要杀我们的老百姓是不是 你回去杀一个事 我要是不把你折腾得苦胆吐出来 爷爷就不是赵传奇 就不是八路拜 就不是八路 小鬼子 不信咱走着瞧 等等 快点 回去给你的妹妹美智子带个话 告诉他 等打走了小鬼子 我这个中国哥哥 请他到枫梁山来做客 你现在可以滚了 我又赚了赵传奇的当 他根本不想跟我做买卖 我去抓一百个中国人 他要是不换回大炮 我就一天杀一个 为什么 你别忘了 多年前赵传奇绑架西川军 在太原城大闹 绑杀老百姓 到头来是搬起石头在刺激的脚 那我们如何答复多田将军 实话是说 只要我们让出东坟 就能够换回这门大炮 我们让多田将军去解决这个难题吧 小野军 这么做完全丧失了帝国军人的尊严 中国话讲得好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今天失去的 我会让赵传奇加倍还回来 但我们必须得等待时机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一个忍者 这个赵传奇才来学校三天 自身耳朵听不见 把我这个抗大分校搞得鸡飞狗跳 第一天大闹课堂 把上科的教员都给弃走了 今天早上学员出操 又被他搅了个乱七八糟 我说柳大姐啊 你就让官司令员来一趟吧 只有官司令员能镇住这小子 来来来 什么 司令员去延安了 好好好 没关系 李教授 李校长 下周办报纸 我是来送油印机的 请你签售一下 好 李官司 要不你在我这儿多待两天吧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中心县委那时候 你给赵团长做个教育 驾轻就熟 把这十几天给我顶下来 这个不合适吧 李校长 李校长 不好了 赵传奇他 他带着一纯学员 正在食堂弄事呢 今天你要是不把这件事给说清楚 我赵传奇就做定这个饭桌了 你说 到底是咋回事 赵团长 我也想给大家做顿洗粮 可咱食堂里根本就没有洗粮 赵团长 你看 下面情况相同 这要是真像这上面所说的这样 那就说明 这些洗粮被你给贪污了 那我现在就应该对你执行纪律 洗粮是有 可是没有李校长的命令 这些洗粮谁都不能动 赵传奇 你还敢拿李校长来压我 赵传奇 你又要干什么 李校长 我赵传奇呢 虽然只剩下一只眼了 但是眼睛里头绝不揉沙子 咱们这个食堂里那是有条理的 每个星期 给学员们改善一次活食 让学员们都吃上一次细粮 可我一打听 这些学员们都已经三个月 没吃到细粮了 李校长 我就想问问 这是为个啥 粮食紧张啊 能吃上粗粮就不错了 我跟你说 这话我不爱听啊 咱们这根据地那是越大越大 可不是越大越小啊 对不对啊 我跟你们说 在我们独立团 那每个星期 都能吃上一次白面蒙蒙 真的啊 我说怎么在你这里就不行了呢 啥意思啊 干啥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怎么能够吃 脉贝 我现在来看 你去细成了 这个状态 很惯的 你自己看 我告诉你 如果他们不会这么做 我赵春席就把这只眼睛 抠出来扔地上 我当泡踩 赵春席 这细粮找你独立团药 这话可是你说的 每个月五百斤白面够不够 五百斤 好 一言为定 你就争你的膜吧 争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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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都有白脸磨满了 不装耳聋了 一看到你 就啥都好了 你是故意捣乱吧 这事他不怨我 要我说 要怪就怪那个老里头 不装耳聋啊 你说这我就不明白 他为啥把我们独立团 那个抗战英雄展览 那安排的最后一个 最后怎么了 啥怎么 别的地方咱不说 咱就说咱分量身 你说咱们独立团杀鬼子 要是说第二 那没人敢说第一 这老里头 把我们独立团展览 放到最后一个啥意思 那不就是说 说我们独立团杀鬼子 是脑肿吗 现在根据地有十几个团 那总有一个团 是最后一个吧 更何况 放到最后 那就压咒戏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对啊 这话一从你嘴里说出来 咋就觉得那么在理 这就像帮子戏里唱的那样 最后出场的 那才是绝吗 也对 好了 你能明白就好 我该走了 你又要去哪儿 去西坟 我说你啥时候又调到那个 西坟去工作了 有信任我 能为我做件事情吗 别说是一件了 就说是一百件 一千件 一万件都行 就一件 能答应我吗 你的事就是我赵传奇的事吗 掉脑袋我都会去做 没啥不能的 你说吧 啥事儿 跟唐书记 结婚吧 刘大姐撮合唐书记 结婚组织家庭 给他介绍好几个对象 他都没有同意 直到你 他犹豫了 你不是老风 可在他心里 你就是老风 看他心里咋巧 你咋知道 听说你耳朵受伤了 我去看你 你睡着了 唐书记就在你耳边 自言自语你 他说 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觉得心里冷 他希望有人能暖一暖他 那个人就是你 赵传奇 让你代替老风 代替你最敬爱的人 去照顾他 无论唐书记的职位有多高 可他终究是个女人 他也希望有一个 幸福温暖的家庭 你已经答应我了 掉脑袋的事 你都会去做 你赵传奇 可是一诺千金的人 换句话说 就是个大老爷们 再见吧 赵团长 以后 我们就是最好最好的 革命同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家邓小医生 郑春 她的姐姐 可她现在有了更好的归宿 那就是刘寒时 而师娘守寡的日子 是我亲眼所见 一个女人讨生活 是多么不容易 冯大队长是因为我 而付出了生命 这一刻 也许我真应该 为唐书记做点什么 报告 sail Dog 快走走走 来 坐 六部长 过来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我就是想问问你 你老早跟我说的事 还算不算数 什么事啊 就是我的个人问题 你个人问题 你好像不够条件啊 可唐叔就够条件 你不是对我们老官说 要找个黄花大闺女吗 你再等几年 等够了条件 组织上自然会为你考虑的 我一定要嫁给唐书记 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楚 我要嫁给唐书记 这事听着都新鲜 你是个大老爷们 你怎么了 是不是跟什么人赌气啊 刘部长 你看我像是在赌气 赵传奇啊 这种事情可不能开玩笑 这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 你自己可要考虑清楚 我能来这里 说明我已经认真地考虑清楚 我对在这里说的每个字负责任 否则我就不适合到老爷们 这事有点突然 你得让我好好想一想 我又不跟你成心 你想个啥呢 你说什么话呢 话操理不操 如果您不愿意传话 我直接去找唐书记 赵传奇你给我站住 我最后问你一次 你是认真的吗 是 团长 郑伟长 郑委来看你了 怎么 你不聋了 你来干什么 我来总部开会 顺道过来看看你 你要是不欢迎啊 我这就走 郑委 铁总 大户酒去 是 你 我怎么觉得像是鸿门宴呢 小燕 鸿门宴 就是 楚霸王要杀刘邦那个眼吗 我听你念得过 你说过 降与是大英雄 刘邦不是 大王 别急 那首诗咋说的来着 暗兵已掠地 四方楚歌声 大王一起进 见妾何了胜 那次听到你念这首诗 我就想掉眼泪 郑伟 端起来 祝贺王 我要成亲了 成亲 你跟谁啊 当今 不是李干事 是当初的 赵传奇啊 你就是个混蛋哪 来来来 我这工作还没做完呢 什么事啊 坐坐坐 就几句话 你在总部待几天 参加完根据地政府 成立一周年的庆典 我就回去了 这么说是两天 工作明天汇报 我找你有急事 什么事啊 这么急 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事 来 我给你说 你可不能打退堂鼓啊 不是 不应该啊 有什么不应该啊 现在是问题已经发生了 是谁呢 是谁啊 要对他 不应该说 是谁啊 是谁啊 我一定会有 你不应该说 我现在就以独立团政委的身份 跟你讨论 我又犯啥错误了呢 是犯了错误 但犯错误的人是我 我宁可相信攻击下旦 我也不会相信你能犯错误 我欺骗了你 欺骗了组织 咋 因为我的团长 不符合二五八团的结婚条件 为了不让他犯纪律 我向组织上撒谎 说我喜欢徐晓岚 说我喜欢李立李盖世 并请求组织上撒合我俩 你 你的呢 我没听错吧 没有 我还这么弄过明白 你为啥要这么做 别说是你不明白 当时我也觉得我自己疯了 我跟你说过 我这个人心里只有同志 而你说你只有兄弟 这件事情你说服不了我 我也说服不了你 你跟李盖世的事情 我本来是想向上级汇报的 但是我担心呢 我担心向上级汇报以后 上级对你和李盖世 各打五十大板 你批操绕好没关系 可李盖世呢 他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虽然已经取消了 但是污点还在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 好了 刘政委 我的刘大政委 你是做啥事 你都站在革命立场上 我明白 你是在保护我 更是在保护李盖世 可是你现在告诉我这些 你觉得还有啥用 赵团阳 你现在的情绪很冲动 因为你的冲动 已经害死一个女人了 你还想让另外一个女人 蒙受更大的痛苦吗 刘寒师 你给我听好了 小竹的死 我心里是说不出来的痛 等赶走了小鬼子之后 我等着你来揍我 我再留下一句话 如果我不能令唐书记幸福 让他掉一滴眼泪 你随时可以拿掉我的脑袋 我快要被你逼疯了 你以为这是上战场打仗吗 这是感情是生活 不是要你去攻什么山头 赵春琪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东一朗头心一棒锤 这样不但会害了你自己 也会害了他们 不会得到幸福的 你这样是对革命爱情 极端的不负责任 我找的本来就不是爱情 是代替的 赵春琪 我没想到 你能说出这样的混账话 你怎么打我都不会还手 因为你说过 为了小竹 你会狠狠地打我一顿 这事我认 不要再跟我提小竹 你不配提他 你不配 不配得到任何人的感情 既然天皇遇刺的大炮落入昭传琪手中 那就让他和那些土八戮葬身活害吧 我得到的确切情报 后天是芬梁省根据地政府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日 八路将为此举行盛大的集会 我将派飞机 轰炸贺家衙 你的任务就是派人潜入贺家衙 为飞机轰炸做指示目标 明本 人约我会亲自挑写 刘部长 刘部长 我听说唐书记来总部开会 你见到他了吗 你还挺齐的 我来抗大分校学习 时间比较充裕 等他回到部队上 一旦有作战任务 我怕时间上了 说得也是 一个小时以后到我办公室来 你干什么 刘正伟 我找你有点急事 很急的 来来来 赵传奇说到就到 你们俩先谈 先把话说清楚 我去给你们俩上报 刘大姐 我还是跟你说了吧 其实我 报告 刘主长 是 刘主长 刘主长 拥有 糟了 坐吧 趙学长 唐主天 你先说 那还是我先说 唐主天 刘大姐都跟你说了吧 我知道我自己 无论哪方面都比不上你 这个党龄军龄都比我长 职务呢你又比我高 够了 理论水平 够了 你要还跟我说这些的话 那咱们今天的谈话就结束了吧 好吧 唐主天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而且我已经认识到了 我有责任让你幸福 你说什么 让你幸福是我的责任 责任 对 这可不像是 从你赵传奇嘴里说出来的话 这两个字背后 肩负着的是一种使命 而并非情感 这也说明了 你跟柳大姐说的并非是你内心的真实感受 你是因为某个人 或者是说 为了某件事情不能释怀 不得已才做了这样的决定 对吗 你说什么 你是为了独立团 对 我们独立团 是一支没有传统的部队 谁来打造独立团的精神 锻造这种火 我认为是赵传奇 他是独立团的首任团长 他身上的一点点缺点 一点点毛病 但我深深地 甚至永远地 烙印在独立团的身上 对 和独立团相比 我自然轻如鸿毛 李干事 你这话有情绪啊 难道不是吗 如果有不是 请刘政委指出 我这么做 就是为了促征 等赵团长 告了二五八团的条件以后 立刻就能够 不想组织上解释 解除我们的恋爱关系 我现在才真正明白 小竹为什么会放弃 而选择赵传奇 你无论在什么时候 都是高高在上 俯视身边的每一个人 你把自己的感受 当作是别人的感受 把自己对事物的理解 当成是每一个人的理解 当你得知 小竹爱上赵传奇 你为了不伤害他们俩人 任何一个 你宁愿选择无声地退出 宁愿伤害自己 你知道吗 在感情上 你不应该这么伟大 你这么做 只能让你和小竹 渐行渐运 是你自己 把小竹推向赵传奇身边的 你的指责 我无法接受 我对小竹的感情 超过了所有人 包括赵传奇 这才几年的时间 赵传奇已经忘了小竹 她已经开始了一段新的感情 可王妹 永远都不可能 因此你得出结论 你对小竹的爱超越赵传奇 对 你一直生活在自己虚构的世界里 甚至把对小竹思念的痛苦 当成是一种甜蜜的幸福 不是这样 你不知道赵传奇 都说了些什么 她竟然 是与不是 无非对错 这是你自己的生活方式 和生活态度 但是你很早就知道 在小竹牺牲的问题上 我是恨你的 同样在对小竹情感的问题上 我依然恨你 恨你的无私和不爱 你不该把小竹带到队伍上了 这样他就不会去找你 他也不会认识赵传奇 也许 赵传奇 就会参加八路军其他的部队 我就不会和他相遇 事情 也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堂堂一个独立团的团长 你真想放弃你的阵谛 成为一个逃兵 可我已经答应过他了 一个大老爷们 总不能说话不算数吧 他都对你说了什么 他说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觉得心里冷 他希望有人能暖一暖他 那个人就是你 说句大俗话 让你代替老风 代替你最敬爱的人去照顾他 无论唐书记的职位有多高 可他终究是个女人 他也希望有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庭 我早该想到会是这样 你们俩呀 叫我说你们什么好 我想叫你一声传奇 这样我们两个人都会轻松一点 你不介意吧 你不介意吧 淳秦 你知不知道 我差点犯了错误 好在这个错误还没有发生 说心里话 我确实曾经试图 试图把你当做老风 试图 试图去爱你 因为你实在太像老风了 每当你站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都感觉是老风回来了 但是是我太狭隘了 你就是你 我对你的感情 其实只是一种思念 一种 对老风的 美好回忆 我不能够骗自己 我不否认对你的感情 但是 那不是爱情 我的爱情 已经随着老风 永久地埋在心底了 对不起 我不该这样对你说话 我接受 你对我的这种恨 但是从你的话语中 我能感受到你对赵传奇的感情 是真诚的 炙热的 其实 我们有的时候醒悟得太晚了 不明白自己苦苦追寻的 其实就是上一秒放弃的 你现在必须去找赵传奇 必须 对 只有你才能阻止赵传奇 向唐书记求婚 他是爱你的 你也爱他 你不过就是因为党组织 要求你跟我建立恋爱关系 因为担心再次犯错误 因为不想让组织失望 所以一直压抑自己的感情 可是现在我和你讲清楚了 是因为我想保护赵传奇 我们大家之间有误会 是我的错 但是赵传奇他 你没有错 有些事情你不明白 真正能阻止 赵传奇向唐书记求婚的 只有他自己 唐书记 请你相信我 我能像冯大队长那样 我相信 但我不能这么做 这对你不公平 对我同样也不公平 我文化水平不够 也许是我没表达清楚 我明白你的心情 我也很感动 身边能有这样一位革命战友 但是爱情仅有责任和担当是不够的 传奇 你应该去寻找你的幸福 你的爱情 我的爱情 对 你的爱情 像你这样在抗战之中参加革命 短短几年内就可以成为主力团团长的 这种例子实在是太少了 别说在坟梁山就是在别的根据地也是一样的 二五八团对你来说确实有点苛刻 但是经历过风雨的爱情 才能绽放出最美丽的花朵 等待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幸福 人生最大的遗憾 莫过于错误的坚持 和轻易的放弃 人哪 永远这么理智 就永远不懂得爱情 尽力在运缓 童之我问一下 看到独立团的召叹长没有 他往山上去了 上山了 上山干吗去 这一拳不会让他想不开吧 桃书记 你找我 出什么事情了 你说呢 我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 你这个错误犯大了 行了别藏了出来吧 好好改正你们的错误吧 思想汇报不彻底 谁都不准离开 答应你的事 我没能做到 来 等等 你咋就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再走呢 不能 为啥 想想你的独立团 这跟独立团有啥关系啊 独立团是一支没有传统的部队 谁来打造它的魂 谁来打造它的精神 赵传奇 你是独立团的首任团长 你的一点点毛病 一点点缺点 都会深深的 甚至是永远烙印在独立团身上 这么说啊 刘正为他找过你 对 这下棋政啊 不但要挨你的骂 还白挨刘正伟一顿拳头 他打你了 放心 牙没掉 没事 就是一拳头 不能不要的 虽然我对刘正伟的过法是有意义的 但是我能够切实地感受到 他对同志诚挚的关心 和对独立团的热爱 有这么一个好政委 你应该好好珍惜 我会的 但是我也想请你 别再逃避我了 你知道吗 人家唐书记 对我根本就没那意思 你误会了 我误会了 咱们之间全都误会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种误会 让我感到非常的幸福 来了来了 来了 来了 过来呀 到这边 到这边 来吧 这边 好久没客 就是这边了啊 这边呢 过来 我来了 好 安静 安静 同志们 本良山根据地政府成立一周年 抗战总结庆功大会 现在开始 下面请李主任为我们讲话 弟弟 欢迎你 快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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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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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ải 小鬼子 找人家 出来放风 大兄弟 乡里乡亲的 嫌个方便 给家里带个信 好歹也让家里人知道 我还活着 这事我做不了主 等唐书记回来 你跟他说吧 那你枪打死我算 赶快起来 别耍赖啊 不然我一枪疯了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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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寒师 你信命吗 我是维吾主义者 你也应该是 可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你在说什么 都是我招传奇蜀谋 有九条命 从悬崖上摔下去都死不了 小的时候 有一个过路的算命先生 他说我命硬 但是方人 谁对我好 我就会防谁 你胡喘什么 你让我把话说完 不说出来 我心里头别的难受 爹娘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走了 是否把我当儿子一样疼 那两年也走了 如果我不去集训大队 封大队长就不会死 接下来是晓州 然后是师娘 现在又是晓岚 我真的不敢想 因为我不知道 接下来倒下去的会是谁 不要给自己这种暗示 这一切不是你造成的 是日本军国主义 是他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 才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 只有把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家园 只有我们的国家变得强大了 我们的亲人 才会是安全部 崔太平 渴死我了 该口水喝 你死哪儿去了 我被赵传奇抓了 这么说是你卸的命 导致黄军偷袭梁家岭失败 不是我 是王江明 八路军先发现了他 后抓的我 我 崔太平 我是有重要情报向您汇报 将功补过 将功补过 什么样的功能补这么大的功 那天晚上跟皇军作战的 根本就不是拔路 是走不动的人 起来说话 再说一遍 那天跟皇军作战的是谁的部队 作战的是走不动的人 是赵传奇向走不动借的兵 你怎么知道的 是我亲耳听到的 捉奸拿霜 抓贼捉葬 就凭你空口白牙一面之词 在皇军面前是搬不到走不动的 我来的时候 在县城看到这俞小六了 他是走不动的拜扮兄弟 走不动啊 什么事都不瞒着他 抓着俞小六那就都清楚了 出大事了 王山人逃跑了 什么时候逃跑的 昨天下午晚上换岗时才发现 你得马上同时走不动 走不动就喝瘦酒了 明天中午才能回大队部 而且上次梁家领行动后 我就不在伪军队部了 只在外围跟他们接触 难去小六了 去东风县城领机啊也不在 鬼子可能随时对走不动采取行动 你得做好准备 独立团会配合你们行动 好 走不动被抓起来 是不我亲眼所见 那走不动的人马呢 还什么马呢 全向皇军啊缴械投降了 是吗 一个都不胜 这 这 这 可不是 太军 请 接着 怡小亮 你不是要见太军吗 我给你请来了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大队长 太军 大队长 走不动快要挺不住了 这件事情是我做的 跟我大哥没有任何关系 你 你能做什么 是我背着我大哥 带着兄弟们跟着赵传奇 赶到梁家领打的小鬼呢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因为我不想当汉奸 我是中国人 我不愿意被人骂我八辈祖宗 泰军 这你可都听见了吧 你听 于晓廖 你就是个蠢人 你 崔大馒头 你他娘给老子下套 你个狗罕奸不得好死 行 那咱们看看谁先死 崔大馒头 崔大馒头 你给老子回来 你他娘给老子回来 大哥 泰军 应该立刻发兵围剿走不动的部队 完了可就跑了 兔子急了还会咬人 更何况一支拥有武器的部队 擒贼先擒王 对 就抓走不动 那就劳烦你崔大队长了 我 吴连长 你带人去监视东方县城 要快 如果有大队的鬼子出动 你要依靠有力的地形 研制鬼子的行军速度 好 县大队和曲小队 监视南分县城的鬼子 南分县城的鬼子人数不多 走不动的部队也在那里留守 我估计南分的鬼子 在没有东分鬼子的配合下 不会轻易出动 老马 我去三连随时侧应走不动 你留守 好 连长 你看 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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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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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委 鬼子没有出来 倒是崔大馒头的队伍出来了 南坟的鬼子有动作吗 也没有 不对头啊 政委 要不要派人去康大分校 通知赵团长啊 不 他最近的情绪很不稳定 我担心他为此 做出错误的判断 让我再想想 很好 泰拳 我都受伤了 哪好啊 你的受伤恰恰证明了我的判断 说明走不动 还没有倒靠八路 大道军有充足的时间 展开行动 你回去好好准备一下 然后带着你的部队去南坟 日后接管走不动的房区与部队 凡是勾结八路者统统杀掉 大队长 你可回来了 出大事了 你怎么还敢出现 你想害死我呀 情况紧急 我必须过来告诉你一件事 去县城领集养的兄弟也是刚回来 但余中队长未回来 他们说被催大馒头请去喝酒去了 你究竟是什么人 你怎么知道王善人去东坟县城告密 大队长 这件事情等余中队长回来 我再跟你解释 你是八路 对 是赵传奇安排在我身边的眼界 对 来人 把他给我拿下 还愣着干什么 是 大队长 关键时刻 你可不能做糊涂的事情 我问你 如果王善人真的去东坟县城告密 这么长时间了 小野为什么不过来交我的信 这我说不清楚 你藏在我身边这么长时间 又是赵传奇的眼线你会不清楚 我可不可以认为 赵传奇在给我使离间计 大队长 你可不能执迷不误我犯糊涂啊 这事关一百多号兄弟的性命啊 好 我马上去找崔大蛮头要人 你们两个听着 如果我晚上还没有回来 按他说的办 大队长 你不能去 我必须去 余小六是我的兄弟 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 大队长 你看 这里的地形 对我们还是比较有利的 报告 郑伟 现在队传来消息 南坟县城的所有鬼子 都已经出动了 直扑姓花坡 所有鬼子出动 走不动现在也就一百多号人 郑伟 情况很危急啊 南坟守备队的鬼子 直扑姓花坡就说明小野 队走不动下手了 这样 三营长 有 命令七连 向姓花坡又移民 你带着八连 去增援县纳队和曲小队 我带着九连去姓花坡 郑伟 还是我去姓花坡吧 别啰嗦 执行命令 你不能紧 李队长 不好了 大岛来了 大岛带了多少轨道 一百多个 离我们还有多远 马上就到了 告诉弟兄们 做好战斗准备 是 二百多个 干扰准备 军备队的人挺着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 王军既往不咎 离人 所有人都要 保证你们安全 否则统统杀掉 别着急 能脱一根石一根 八路军的独立团 会来救我们的 大头 你听着 我们弟兄问凭什么信你啊 我们放下武器 你们开枪怎么办 我以天皇的命运启示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 我帮你们平安无事 好 你等等啊 我和兄弟们再商量商量 逗不动 好兴致啊 这是要去哪儿啊 去找你 找我干什么 我听我兄弟说 于小六被你请去喝酒了 他人在哪儿 大哥 小六 我对不起你 我让人给骗了 大哥 扑上 脑袋掉了也给我站着 崔大馒头 你马上把人给我放了 不然 不然 这时候你还敢要挟我 你给你看我 你还敢打述我 你快走啊 你还敢赶上那儿 soy though 我 你赶上他 你赶上你 我赶上你 我赶上你 你赶上你 他想好你 对 再挡五分钟 这样不行啊 他们人太多 万一冲进来 我们全完蛋了 你等着 我带几个兄弟跟大道谈谈 争取拖延点时间 不行 这样太危险了 放心吧 没问题 走 大岛军 别开枪 我们出来商量商量 大岛军 别开枪 我们商量商量 兄弟 小鬼子 你们不得好死 给我打啊 打 顴 firearms 哦 啊 中文字幕——YK 把武军备推来了 跟我冲啊 振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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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伟 伪军的一中队 二中队的人大多带出来啊 郭盖礼带着其他伪军弟兄 也已经摆脱了鬼子 随后就会跟上队伍 但是三中队的驻地 离兴华坡太远 一直还没有消息 离盖使他们 会想麻烦联络三中队 走不动呢 郭盖礼说他劝不住 走不动非要去找崔大馒头 要把于晓流要回来 报告郑伟 难道坡有枪声 你先回三营驻地 我带人过去看看 你们跟我来 是 前探人跟我走 抖不动 你受伤了吧 你再不出来 你可就完蛋了 抖不动 你已经被包围了 快放下武器 攀在你曾经为皇军 效力的份上 小野太军或许会饶你一命 我去你娘的崔大馒头 你个狗汉贱 老子不杀你都不是娘生的 死到临头还干嘴呀 狗汉贱 听这话音 真是要反啊 弟兄们 国桌走不动赏一千块 打死走不动五百块 走 走 走 快 反正打死 快走 快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对 马副团长让我先向您汇报 然后再通知赵团长 情况紧急 我得马上把这件事情 跟总部首长汇报 争取在最快的时间内 把刘正伟给救出来 但是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能擅自行动 那赵团长那儿 我该怎么说呀 你先去跟官司令 把这件事情汇报一下 然后 我们见过 刘韩是刘正伟的吗 老乡 我们要去工作 你去哪儿啊 小野 你的末日快要到了 什么 在末日即将来临之前 我倒很想跟你像个文明人一样交谈 文明 你所指的文明是什么 少杀强略 你们做着 一件又一件 连畜生都汉颜的事情 从古至今 那些自诩强大 妄图用武力 征服别的民族的所谓帝国 其结局 都是分崩溃 都是分崩覆灭 我原以为 你只是井底之王 没想到 你还如此的可悲 你惧怕和赵传奇谈话 害怕见到他 你害怕赵传奇 用坟粮山农民的话骂你 骂得你哑口无言 骂得你胆战心情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我很想从你的口中得到答案 你之所以畏惧他 是因为他的身上 有着中华民族 最朴素的精神 精神 他就是个小商人 坚韧的不是 我几次败在他的手上 那是因为坟粮山的地势 如果换到平原 他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你这番话 更让我感到你是如此的可悲 你说赵传奇是商人 我承认 他身上是有商人的某些习气 但就是 这个从农民院子里 走出来的商人 屡屡地把你打得屁滚尿流 再说帝氏 坟粮山 有坟粮山的赵传奇 冀中平原 会有冀中平原的赵传奇 你的命运同样是失败 我不想再和你这种无知的人谈下去 你出去 那你就和你的皮鞭谈下去吧 这是萧爷写的内心 言语很猖狂 要团长到东坟县城换回政委 否则 一周之内就要杀害刘政委 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团长知道 否则团长一定会进东坟县条 去了肯定回不来了 就算是攻击下了弹 萧爷的话也不能信 所以 必须严格封锁这个消息 不能让团长知道 是 赵团长 给我们讲讲打鬼子的故事吧 有啥好点 那鬼子为什么叫你八路半 我跟你们讲吧 打鬼子的故事我也多着呢 想听多少有多少 赵团长 你还是带着我们唱着歌吧 对呀 唱歌吧 走 来 爹总 保护好他们 没我的命不许乱动 是 出来 别开枪 别开枪 不许乱动 他也不想不许乱动 formula 拿来 语言 不许乱动 他不许乱动 我发现不许乱动 在哪儿 你起来 他们的信尽 不许乱动 对 爹人 他不许乱动 我们是周大队长的人 我们哥俩是三中队的 一二中队的兄弟 打都参加了独立团 只是苦了我们三中队的 被小鬼子给围了 被南风大队接应 兄弟们好不容易 才冲出来的 那你们俩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们哥俩出了一年多了 特别想回趟老家 看看爹娘 至于日后嘛 另有打算 独立团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刘正伟怎么也不派人 给我送个信 赵团长 你不知道啊 刘正伟 他出事了 出招事情 为了救周大队长 刘正伟 他让 他什么他 刘正伟能出什么事 说 他让小鬼子 给抓住了 已经关进东坟大牢了 再说一遍 刘正伟让小夜给抓走了 刘正伟让小鬼子给抓住了 刘正伟让小鬼子给抓住了 已经关进东坟大牢了 再说一遍 刘正伟让小夜给抓走了 刘正伟让小夜给抓走了 怪不得让我护送这些队员到北坟 刘正伟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 跟着铁锁 把我的人 安全地送到北坟的长家宫 如果有个闪失 我就拿掉你们俩的小命 听见没有 团长 你放心 如果有闪失的话 我们哥俩的命就是你的 团长 那你上哪儿啊 回团报 我要把刘正伟救出来 我不让你回团报 你小子早就知道了 刘正伟让你到东坟换正伟 这就是小夜的诡计啊 团长 你不能回去啊 诡计咋了 只要能活着 把刘正伟给换回来 我赵传奇就是粉身碎骨 我也没二话 把手松开 松开 我就是我松手 我就是不让你回团报 你要是再不放手 你信不信 老弟一枪崩了你 你崩了我吧 崩了我也不松手 团长 团长 团长你不能做傻事啊团长 团长你不能回去啊 团长 你的每一顿饭 都有可能是最后一顿 按照你们中国的话说 叫断头饭 断头饭你就给我吃这些啊 那你想吃什么 起码得两婚两素 一壶好酒 外加一碗刀修面 你们共产党人 不是不讲究吃喝 不讲究享受吗 你真是太浅薄了 恩格斯早就说过 人有三重需要 生存 享受 和发展 我们共产党人 要享受 但绝不要享乐 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 能够过上幸福的日子 所以 我们才要为之而奋斗 你不要偷换概念 不是我偷换概念 是你惧怕跟我进行辩论 就算辩论的胜利者是你 可你一样会死在这里 人都要面对死亡 谁也逃脱不了 你也一样 只有真理永存 跟你说这些 简直是对你有胆气 你走吧 我要吃饭了 这都已经好几天了 东芬县城的大门 还是紧闭着 城里的人出不来 城外的也进不去 原先我们送进去的两位同志 也被关在城里 消息还是传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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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能不能想想办法 比如奔丧 生孩子 请郎主 不行 根本就叫不开城门 上级认为 在押解途中营救刘正伟 成功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如果这次小鬼子呀 不把刘正伟押解到太远的话 那我们就只剩下强功这唯一一条路了 强功 现在东坟县的城墙今非昔比 自从我们偷袭完东坟县城以后 小鬼子就加强了城防攻势 强功不但救不出刘正伟 反而会造成很大伤亡 谁再放屁 班长 别撒毙 老马 什么情况 刘正伟背 这个我知道 这是小爷给你写的信 这个小爷真是脑子灌酱乳 惊香没事 之前没有告诉你 就怕你脑子一热去换刘正伟 如果这个小爷他言而有信 我立刻就去 高总 上级是个啥意思 上级人民应该在鬼子押送刘正伟 去太阳的路上渡舍 这样代价最小 陈工的机会也最大 唐书记已经赶往总部了 向总部首长请示行动计划 恐怕这只是一厢情愿 如果小鬼子拨把刘正伟送到太原呢 多天将军定令 不必将刘正伟 不必将刘正伟押送太原 即可究竟枪决 枪决了刘正伟 那我还怎么抓到赵传奇 八路这几天初期的瓶颈 根本没有集结迹象 工程准备也就无从谈起 或许赵传奇不在独立团 还不知道刘韩石被抓 我认为处决刘韩石 足以威慑坟梁山八路 鼓舞皇军事迹 别忘了中国有句俗话 谈多嚼不烂 刘韩石是大鱼 但赵传奇才是真正的美味 为了得到这道美味 我还得在刘韩石身上做文章 唐长 商界还是不同意强功同分 你不想 letters 老马 你说咋办 东分成门 总不能这么关着吧 你知道吗 我最害怕的事情 就是东分成门突然开了 那也就意味着刘正伟の一位 毒天将军的电报到了 你不想知道是什么吗 你来不就是告诉我这些的吗 否则你来干什么 夺天将军电令 不必将你押送太原 就地枪军 人生自古 谁无死 留取担心 赵汉清 你难道一点都不害怕 我再教你一句 人固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 或轻如鸿毛 我为伟大的魏国战争而死 死而无寒 死得其所 只有像你们这样的侵略者 才会惧怕死亡 因为你们每一分每一秒 都会担心复仇的子弹射向你们 在这片土地上 你们一刻都得不到安宁 你就不想给你的家人 写一封信 或者 我保证转交到他们手中 你还是想拿我做文章 好拿我讨独立团的便宜 可惜 你不是个好商人 不懂生意经 我送你一句 做生意的金玉良影 互惠互利 谢谢 我输下来 我也送你一句 等待死亡吧 我倒是 希望你能够活得久一些 那样 你就会亲眼看见 我们中国 是如何慢慢地强大起来的 百合 三天后就要处决刘政委 给我吧 给我吧 给我让开 团长 你去这把柴披成牙签 也救不了刘政委啊 对 就不愁令城委 到现在我都没想出 有啥法子 能把刘正伟给揪出来 三个臭皮匠 还能顶个助我量呢 咱们这么多人 一定能想出办法了 好 那你告诉我 有啥办法 团长 报告团长 新参加独立团的战事 听说你回来 行 让你给他们讲几句话 新参加独立团的战事 对 不就是走不动的人吗 团长 以前是 但现在他们已经 当现在啥 现在啥呀 你让我给他们讲啥 欢迎 欢迎 热恋 欢迎 欢迎你们改些规证 欢迎你们不当汉奸了 为此 把我的刘正伟给搭进去了 我告诉你 别说是一两百卫军反水 就是他三五千 我赵传奇也干不上 因为在我眼里 他们比不上刘正伟那一根头发 你让他们去列队 我这就跟他们讲去 你干啥去啊 团长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你知道我难受 那你呢 难受吗 难受 我早一点看不出来的 团长 你别这样 我 团长 要是刘正伟知道你这样 他也会难受的 对 你说得对 我这样刘正伟会难受 那我应该笑 笑 我应该笑是吧 我应该笑 我笑 我应该笑 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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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笑啊 我握把握把握把握 招握我 你不唱把握 给你 补补补 都消了 你把握手 你把握手 我还要扛握 我不会让他死 可我听说 小野后天就要杀了他 他的计划啥时候得逞过 这么说你已经有计划了 没有 你知道吗 自打我第一次 听见赵传奇算个字 我就感觉这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件事 是你赵传奇做不到的 如果赵传奇还是八路办 或许早就能把刘正尉给救出来了 但他现在是分两身 八路军独立团的团长 不过你放心 办法一定会有的 还是把你这身卫军皮给换了吗 以前跟我的兄弟 现在都跟了你投了八路 正大 不过我没脸投八路 像我这种人 到了队伍上 不是给八路丢人吗 你的路怎么走你自己拿主意 但是就是不能再当汉奸了 你放心 我知道 当汉奸不会有什么好下诚 为了小鬼子丢掉性命 小鬼子一滴眼泪都不会流 我在他们心目中 连一根鸡毛都不弱 说来说去 还是小鬼子的命尽贵 你怎么不说话 小鬼子的命惊贵 莫格 找尘砌作为 并没有出现 我不相信赵传奇 会眼睁睁地看着刘寒石 被处决而什么都不做 今晚更有严加戒备 可三天世界还没到 你不是要利用这个拔路 来清剿赵传奇的部队吗 我以为你不会杀他 我从来不会跟中国人 信守什么承诺 走吧 你不等赵传奇来救他了 当然要等 不过你想过没有 当他发现自己率领的 八路军独立团 为了营救一具尸首 而付出了巨大代价 岂不是更能打击他的时期 临死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蒙上我的眼睛 说明你害怕看到我 我不屑把最后的话 告诉你这个胆小鬼 我不是胆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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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 这次是 是 是 你们可以走了 明晚把大炮给我准备好 一定会派上用场 还有几发炮弹 还有十二发 十二发 炮弹是少了一些 明天晚上老子得盯着它 明天晚上老子得盯着它 那边的车子 这次是 帮我帮你帮我帮你帮你帮我 郭盖林 郭盖林 到 团长 你找我 我现在认命你 独立团代理营营长 兼代理指导员 由你来指挥 所有投诚过来的委居 团长 上级的意思是 进入教育和审查之后 充施到各营 没有给独立营的番号 打赢这一仗不就有了吗 明天能不能打赢这一仗 能不能救出刘政委 关键就要看你们独立营的 这样 听明白了吗 好 再有 白天我乱说的一通话 都不算说 团长 你白天乱说了哪一通 你小子揣着明白装糊涂 等打完了这一仗 救出刘政委 我会向帆水过来的独立营战士 配礼道歧 你去吧 是 团长 能不能告诉我 你使的是什么技呀 我们好配合呀 告诉你就不灵了 你就等着咱们 把一团一起打大声仗 这回我不但要救出刘政 还要一举歼免小野的整个日军联队 他应该有行动了 今天拂小起 八路军突然对东芬县内数个皇军据点展开猛烈共事 各据点请求增援 我会上的 团长 团长 我真想把你小的脑袋拧下来 你着急娶婆也钻被窝了 为什么一小时不到 把鬼子所有的巨点都给我拿下来 战士们憋着一日救刘政委 冲过头了 我喊都喊不住 一个班的战士就冲进去了 这冲进去了 总不能再退回来吧 要是因为你小子的缘故 让小野看破老子的计划 救不住刘政委 我告诉你 我就真把你脑袋拧下来 报告 进来 报告团长 司令员来电 念 询问医团是否就位 再有命令你不能做陪盆买卖 魏队 独立堂各部主动向日军出击 已有依据点被我们拿下 尚有数据点即将被攻破 至于这买卖 我赵传奇坚决完成任务 是 您还傻待着干啥 还不回部队家 是 等等 警察里呢 您帽子呢 冲锋的时候被黄狗子打飞了 我就知道是你小子 带头打的冲锋 你是连长 屁股后面跟着一百多个兄弟 你小子就挂了 谁上去打冲锋 交个皮巧 赶紧回去 把小鬼的所有据点 通通跟我围起来 是 小义 我今晚一定去找你 小义军 被八路攻击的据点全部实现 什么 全部实现 全部实现 我知道赵传奇要干什么了 他要干什么 他是想把落败的队伍驱赶到城下 趁城门打开之急冲进县城 灵救刘汉絮 雕虫小尽 不打开城门 皇军的士兵怎么进城 我自有办法 今天 是兄弟们参加八路军队伍后的第一仗 赵团长给了咱们番号 独立营 咱们独立营的第一仗 不但要打好 打赢 还有打得漂亮 从现在开始 我喊你们同志 同志们 有没有信心 有 动不动 动不动 同志 兄弟们 你们今天又穿上了这身黄狗皮 但你们不再是黄狗子 也不再是汉奸 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是专门打鬼子的八路军战士 我这个当大哥的真为你们感到高兴 刚才我舔着脸去求赵团长 求他给我一个打鬼子的机会 我觉得就算咱们死 也要对得起祖宗 所以我答应他 一定带领你们完成任务 救出刘政委 根据更有汇报的情况 晚上八点左右 日伪军将被驱赶到东坟县城外 大概有八十多日军 四百多伪军 很好 郭盖礼和走不动他们出发了吗 已经出发了 可我担心萧爷不开城门 萧爷真要识破了不开城门 他也会想办法 把那八十个小鬼子弄进城去 命令各营 快速向县城集结 出发 放开萧爷 落成谷 快速向县律 好 待 ficar 以为 右肢 сот 给我瞄准了 一会儿冲着有火光的地方打 是 船长 还是你有招啊 赵传奇就是赵传奇 什么事都难不倒 这还要多谢走不动的点拨 果然我也不会想出这种招法 快把城门打开 快把城门打开 让我们进去 安妮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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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城门 让我们进去 打开城门 快打开城门 打开城门 打开城门 快开城门 开城门 快把城门打开 打开城门 开始吧 弟兄们 安静 安静 为了防止八路偷袭县城 小野太军决定不开城门 开城门 快开城门 打开城门 打开城门 开城门 再进 弟兄们 弟兄们 快开城门 打开城门 继续 开 弟兄们 不要着急 小野太君想了一个好办法 一会儿啊 会把绳子扔下去 你们顺着绳子爬上来 王军和守卫军分开 王军顺着右边的扶梯爬上来 你们去那边 我们是这边的 你们去那边的你们 你们别卡我的 下来吧你们 要死了 下来 能是你们去那边 去那边 来 来 这边 谁把 2 4 6 8 弟兄们 火力而抛 弟兄们 火力而抛 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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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长 把城门打开 是 明明部队哼撤 快 快 快啊 兄弟们 高超 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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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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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大隊長 崔大隊長 把陸軍衝進城裡來了 我該怎麼辦呢 沒關係 我會保護你的 李隊長 你不是被走不動打死了嗎 少啰嗦 說 我們劉政委被小野關在什麼地方 我 我不知道啊 李隊長 那些壞事 都是小野讓我幹的 我是真是沒辦法呀 這樣這樣 等等 看見了吧 只要你能饶了我 這些東西啊 都是你的 還有還有 你 你 走 六子兄弟 你都看見了吧 崔大門都給你跪下了 一路走好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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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上 弟兄们 杀鬼放 冲啊 小鬼子 你们这些混蛋 三天还没到呢 你们这些混蛋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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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示 我的政委 我还欠你一顿揍呢 你说过 等赶走了小鬼子 你要揍我一顿的 我还等着 circular 之下 下 灭热热un 先救 proch 火候 陆僕 Surely 你還在嗎 滅了 索悟 结果牺牲了十几名战士 伤亡太大了 我们实在是冲不进去呀 母醉醉的 去给我找一把椅子 找把椅子 去吧 大岛太君 咱们又见面了 周大队长 老子叫周浦东 给我一件东西吧 好 好好好 周三 只要你放我过去 我所有的东西 还有这金表 都是你的 我要你的脑袋 来祭拜我的女人威尔光 符合我的兄弟于小六 周三 惹了我吧 我不想杀人 都是小野兵我干的 我都想 听说八路君是优待俘虏的 我的兄弟都投靠了八路 知道为什么我不投靠八路吗 因为八路有规定 优待俘虏 你投降就可以活命 那威尔寡妇的命谁来偿 我兄弟的命谁来偿 现在多好 可以杀你 对 千万别闭眼 你就坐在这里好好地看着 看看你的独立团 是怎么消灭小鬼子的 谢谢你 你走 MD Verizon 你的小毛 ヒélé 你 我 你 尿 你 我 找你 走 快走 干什么 救命 你这头蛛 去死吧 小鬼子 你走着瞧吧 小野大佐 八路的两次进攻都被我们打吞 多田将军已经派出了增援部队 守住外围攻势 只要坚持到明天早上 部队就会赶到 到时候理应外合消灭赵传奇 日军的士兵们听着 你们的狗皇上在家里安享太平 却让你们来打仗送死 你们死了 谁来照顾你们的父母 谁来照顾你们的亲儿老小 只有放下武器 停止截略战争 才能早日和你们的家人团聚 日军士兵 你们听着 我是分良山八路军独立团团长赵传奇 我现在命令你们 十分钟之内给我放下武器 否则我就开炮轰死你们 小野大佐 八路军架好了大炮 如果十分钟不搅气投降 八路军就要开炮轰击了 你笑什么 我们的防御工事 根本就无法抵挡大炮的轰击 命令所有士兵十分钟后投降 投降 交出武器 但美人身上要藏一枚手雷 看到赵传奇之后 拉向手雷冲向赵传奇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赵传奇 只要消灭你 我依然是胜利者 不可领 将军架 把刀带过来 是 看上去 有些人 有些人 其他人 请问哪位是赵传奇团长 我就是 我代表所有日军 与您商谈投降示意 我不士兵可以放下武器 但是要求优待 你是谁 守备队山下中尉 山下中尉 小爷呢 小爷大佐被榴弹击中 已经阵亡 小爷死了 是阵亡 你回去告诉你的部下 八路军的敌人 绝非普通的日本士兵 是日本军国主义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 将享有八路军 所有的优待政策 小爷死了 小爷死了 便宜了这个王八蛋 应该让我们每一个人 在他身上看一枪 替刘正伟报仇 我则真的投降了 武器弹药全都摆成了 你出来了 我水岭部署 向昭传集团找投降 小爷的尸体呢 在院子里 前面带路 是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鬼子说是他 可是他们还戴着头盔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你带一个派 走后面绕过去 是 小鬼 五岁嘴的 五岁嘴的 赵传奇 你什么都得不到 我会拔掉你 拔掉你们的精神大棋 你没有死 你不知道我属猫吗 命硬着呢 我等到了你的出现 可你却什么都得不到 是你动的手 当然 我说过 那三全 我迟早要还给你 我看你了 你这些人 我看你了 好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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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在那边 我看你了 是 你们在哪儿 这些人 如果我看你 有些个人 竟然有些个人 您都可以 给我 你 直接给你了 水 这便他 如果你还是个男人 把军装给我穿上 即便你打败了我 我仍然不认为你是一名军人 杂是真正的军人 杂害被俘的军人 屠杀无辜百姓 使用细菌和毒气 这算是军人吗 我可以告诉你 古斗坡打第一仗的时候 队伍上的许多战术 拿的是大刀和长矛 老鹰嘴阻击战 每一个战士 来十几发子弹 老套筒射出去的子弹 原本是打狗 结果却是打击 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 却战胜了你们的飞机和大炮 因为我们中国人 靠的是赶走侵略者 坚定的信心和信念 无论什么时候 你都这样理智气壮 但你没有想过 你们为什么会这样 那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善良 但你给我听好了 善良绝对不是软弱 你们收回我们的房子 掠夺我们的财富 杀害我们的百姓 但永远拿不走 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器材 那就拿出你的精神和器材 我要与你决斗 你已经是我的俘虏 我不会和你动手的 你让我穿上军装 不就是想亲手杀了我吗 你错了 叫你穿上军装 只让你投降 让日本军国主义投降 你必须跟我动手 一个失败者 是无权向胜利者下达命令的 我没有失败 我没有失败 乔治国主义投降 让你升上军 applies 乔治国主义投降 在这片土地上 你们什么都得不到 从古至今 最终倒下去的 一定是侵略者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到的是我会和他的命运一样 都倒在了八六军的面前 将军阁下 失败是暂时的 您不必自责 谢谢 我已经被免职了 且不要再称呼我为将军 中国有句老话 从哪里跌倒 就应该从哪里爬起来 我们达河民族也有一句话 让你跌倒的往往是自己的无知 而不是敌人的高明 就像我们发动的这场战争 其实什么也没有得到 团结起来的中国人非常可怕 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片土地 回家吧 然后再帮我 河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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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重逢 没事 等打完小鬼子 我相信一定会重逢 眼睛彻底好了 唐首席 冯大队长的话 我会牢记在心 绝对不会再犯纪律 我会把所有的智慧 都用在打鬼子上 直到将他们彻底赶出中国 我相信 我更相信 南下支队在你的领导下 不但能站稳脚跟 更会在日寇的眼皮底下 打出一片新的根据地来 你不光在冯良山能输血传奇 离开冯良山一定会续血传奇 保重 保重 我有一个家叫中国 我有一帮兄弟们 叫中国人 昨天 我们从未惧怕任何一个强盗 今天 也绝不会向任何一个侵略者投降 兄弟们 你们的鲜血不会白流 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我们的领土不容践踏 主权不容侵犯 从古之间 中国人面对侵略者 只有一条理 那就是将他们 赶出我们的家园 小鬼子 走着瞧